燕阳下的帐篷里 当一天的土耳其难民 在狂风中 走过吊桥完成拼图 这是香港风灾的惊险 赤脚走进塑料堆里找宝石 体验印尼垃圾山的黑暗日常 3 2 3 谢谢胡娃 这些游戏全部出自新山尺哨之手 身在幸福的马来西亚 四大不条他们没有亲身经历 但83位尺哨们已经肩负起了 教育下一代环保小尖兵的责任 走入无所滑小 对500位高年级小学生宣导环保 最近都是灾难不断 然后我们地球开始很多变化 有些难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边 居住然后他们四处漂流 我觉得我会用以环保的脚步来带动小朋友们 让他们一起爱护这个地球 在士古莱福寿华校 四个攻占模拟的灾难现场 士故事伯们一旁辅助 由大朋友来教小朋友 我承担的是印尼垃圾山的攻占 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要把环保知识植入那些小孩子的脑里面 我们找了很多士故事伯帮我们收集东西 还有我们一直开会一直开会 就是不要把错误的信息交小孩子 孩子们他最克难的地方就是在应付学校的考试 然后还要筹备 还要排练 然后收集资料 过程中当然孩子他最需要去考验的就是 他们是如何在磨合中成长 而在另一边的心伤宽容二小 慈少组成了绿色守护者联盟 其中一站讲解温室效应 就是感觉很温暖 等一下那个臭氧水慢慢地走掉了 哇 好烧哦 学习到有哪些气体造成纹室效应的异常 我会教妈妈少用塑料袋 看着各个姐姐们细心准备的游戏和影片 小朋友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对第四站最有印象 因为第四站能把那些垃圾可以再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物体 比较喜欢阿洛萨变黄金那一站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学到 我们在家里的东西可以变成 各种可以分类的东西 气候变化刻不容缓 不需要等到长大 中学生也能发挥一股绿化地球的年轻力量 大爱新闻正商美之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